绝望的太后没有说出范贤想知道的答案,颤抖着双唇,困难地闭上了眼睛。 范贤看着她脸上的皱纹,心中没有什么太多异样的情绪,这个结果她早已猜到,只是在这样的深夜中,能够与这位看上去慈眉善目,实则心思很利的老妇人,进行这样一番对话,对她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 尤其是在陛下马上便要返经的时节。 其实,庆国太后还真算不上是心如蛇蝎,几十年里,她并没有利用皇帝的孝顺和手中的权力,伤害太多人,做出太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除了叶青梅那件事情。 然而不知为何,对于范贤来说,这位老妇人和二十年前那件事情有关联,比试图杀死自己还要难以容忍。 更何况,这位老妇人其实一直仇恨她,直到玄空妙事后,皇帝认可了范贤的身份,她才在念堂里装模作样送了些神,送了一串念珠,表示了自己的态度。 对于自己欣赏的人,难以威胁到自己的人,范贤可以表现出自己的大度和风度,但对于有能力威胁自己的太后,她绝对不欣赏,当然也不会表现出一位孙子的孝心和温柔。 无敌龙书景浩乌整理。 陛下回经后知小经都发生第一切,不管她能不能体谅范贤夜秃皇宫的不得已,剑指太后的无奈,但范贤不会给自己留下太多致命的缺口。 她缓缓地用双手在太后帝手臂上推拿着,真气送入她地体内,助她体内那粒药丸缓湿的药性逐渐加快,让她地丝丝生气逐渐散发。 很小心地做完这一切,太后重新变成了不能言不能动地人,此时即便是眼神也变得暗淡茫然起来,就像是老人临死前的痴呆。 从干净利落保险地角度上出发,范贤应该赶在皇帝回京之前,就让皇太后非常自然地死去,但是她不敢冒这个险,去堵皇帝的心。 如果太后能活到皇帝回京,她的死亡便不用由范贤负责。 而如果太后死在范贤坚国地料料述日中,恐怕她要迎接皇帝不讲道理的怒火。 刻意放大声音劝慰数据,表示了一下孝心和威欠之意。 又等了一会儿,范贤走出了寒光殿,对前殿处地宫女嬷嬷们微微点头。 在众人敬畏的目光中,她走到殿前石阶上,看了远处地东宫一眼,没有看到火光,也没有在做什么。 在兴号兴号兴号通明帝皇宫门口,范贤看到了匆匆赶来的敬王爷。 这位王爷今天终于不再做花弄打扮,而是正正经经地穿起了王爷的服饰。 敬王府与范府向来交好。 京都动乱之时,权依兴号敬王爷的身份,才成功地将父亲藏在了府中。 范贤对这位王爷心生感激,赶紧迎了上去,深深一败。 她知道这位一直不肯入宫地王爷,今夜却匆匆前来地原因,宫中地消息已经放出去了。 整座京都地官员百姓们都知道,太后因为太子长公主叛乱一事,急火攻心,加之皇城被围,受了些惊吓,又患了风寒。 卧于床上,只怕没有几天十日好活。 敬王爷虽然常年扮作花弄,不愿意与自己弟母后亲近,但他毕竟是皇太后的亲生儿子。 听到这个消息,当然要急着入宫。 他看着身前这个面向俊秀的晚辈,忍不住叹了一口气,看了范贤两眼,却没有说什么话。 范贤表情平静,他已经明确告诉靖王,太后已经没有两天。 虽然大家心知肚明,太后的急火攻心与太子并没有太多关系,但他也不担心靖王爷会看出自己在太后身上做的手脚。 一些侧面的消息证实了靖王也会武功。 可如果今夜连靖王都瞒不过去,更何况是马上便要返经帝皇帝。 皇兄还活着? 靖王探完气后,问道。 范贤点了点头,在太平别院处。 见着陛下给长公主殿下地手书。 靖王帝脸部表情很复杂,这位皇室第二代的子弟,从来没有参合到任何正事之中。 却也知晓,这次京都谋判牵涉地何其广远,而陛下依然生存地消息, 让他很清楚地猜测到了一部分真相。 他威风说道,皇兄好大的心胸,好厉害的手段。 靖王旋即想到一人,微微皱眉问道,他如何? 范贤知道他问得何人? 面色凝重硬道,已经辞世,如今在府中。 我不知如何处理,请王爷。 靖王爷面色微痛,截住他地话。 有些无力说道,你如今是坚国,都由你处置吧。 新幽母后病情。 他没有与范贤多说,只是交代了一下范上书的情况, 便在几名太监的带领下,往寒光垫地方向挤走。 范贤从王爷口中得知父亲。 燃归府,心下烧定,旋即想到府中还有一大摊子麻烦里, 眉头不禁皱了起来。 有太多地官员死去,陛下还没有回来, 整个京都一片混乱,各部衙门还没有官员回职。 太长寺更是寻不到人际, 长公主地后续问题,只好留待以后解决。 叶仲在解决掉太子问题之后, 亲自领兵出京, 于原野之上会和定州赶来的后续部队, 开始追击那些已溃的叛军残兵, 太皇子亲领进军职守皇城, 也不可清理。 疏忽二位大学士正在御书房内处理一些紧急的公文, 范贤看来看去, 自己虽然是个临时的监国, 可是却成了孤家寡人, 手上没有人, 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好在京都府孙静修在投诚之后, 坚决执行了自己的执司。 在监察院的协助下, 正在努力地维系着京都的治安以及秩序。 逃难的百姓在白天地时候, 已经通过宫典控制的正阳门出了城, 其余留在京都地百姓, 则开始依天命地苦苦候着平定。 深夜的京都恢复了安静, 白日里四处坐乱点起地火头, 也渐渐熄灭, 只是有几处地方, 还有闪着火光。 范贤站在宫门前的广场上, 看着青石板上的破石痕迹, 和那些还未来得及洗去地鲜血痕迹, 微微发震, 金戈那一梯黑旗, 以及在正阳门前进行扶居的监察院, 密探死伤惨重, 侥幸生还地人们。 此时已经被送到了监察院的方正建筑中医治。 他相信自己三处师兄弟们的医疗水平, 太医院们也在临时征调地民宅里, 为禁军和定州军地伤者进行包扎, 然而依然有很多人死去。 远方东北角, 有军士在沉默地搬运着尸体, 于黑暗中堆成小山, 看上去阴森无比, 今夜此时, 根本来不及将这些尸体运出城外埋葬。 范贤看着这一幕, 从怀中取出一粒药丸送入唇中, 没有喝水, 生嚼了两口便咽了下去, 不是麻黄丸, 而是正常的疗伤药物。 他咳了两声, 用袖口抹去唇边的血丝, 忍不住摇了摇头。 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正的战争, 看着一幕一幕壮烈惨淡的场景, 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终于明白了小时候挖坟赏尸, 并不能将自己的神经锻炼到太上无情的地步。 他在内心深处再一次对自己说, 这个世界, 没有好战争, 没有坏和平, 庆历五年与海棠之间地那个协议, 他一定要做下去, 哪怕会面临一个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地强大敌人。 庆余堂应该已经被烧成一片废墟了, 范贤心里想着, 为了事后不引起疑心, 自然四周地民宅也要随之遭殃, 而兵乱起后, 不知京都多少民宅会被烧毁抢光, 想必不会引起太多人注意。 正在这个时候, 一起自西北方向急迟而来, 惊动了刚刚安静不久的夜, 皇城上下的人们都警惕了起来, 已经疲惫不堪的禁军们 勉励抬起了手中的兵器, 直到他们注意到来人穿着监察院的官服。 范贤的眼睛眯了起来, 看着迟到自己身前地下属。 一言不发, 眼神里却已经带了浓重的询问意味, 来者是启年小组的成员, 由王启年一手挑的人, 对他的忠诚毫无疑问。 所以他安排此人暗中盯着藤字经的动作, 以防庆于唐老掌柜们出京之时, 遇到什么样的危险。 而此时, 这名下属急迟而来, 明显是出了什么问题。 监察院官员看着范贤递眼睛, 压低声音禀道, 出了些意外。 四周没有什么闲杂人等, 范贤很直接说道, 说。 这名官员看了四周一眼, 小心说道, 点火很顺利, 混入逃难的人群出城也没出问题。 但留在原地地兄弟才发现, 已经惊动了原地的眼线, 只是不知道这些眼线是谁地。 是谁地? 范贤当然知道, 肯定是皇帝陛下留下的眼线。 这些老掌柜脑子里地东西太宝贵, 宫中肯定有一组专门地人员负责监察。 就算是京都发生了叛乱, 这些人也一定会潜伏着。 我手头拢共没几个人, 范贤盯着他含声说道, 就给了你二十, 你居然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那名官员低着头, 不敢做丝毫辩解。 说道, 对方手底子硬, 被他们跑了三个。 范贤不再责备这名官员, 因为此事不敢让太多人知道, 所以进行地十分隐晦, 准确来说是他在冒一次大险, 本身地计划就有许多漏洞, 执行起来, 当然十分不顺利。 官员抬头看了他一眼, 用一种很复杂的情绪说道, 跑了三个, 我们后来追上去。 发现了十几具死尸, 还有一个人给大人您留了一句话。 这句话有些难以明白, 在逻辑上完全不通, 跑了三个宫中地眼线, 怎么却发现了十几具死尸, 范贤的心里咯噔一声, 问道, 什么话? 那人说, 家里有人等。 家里有人在等自己, 范贤当然。 时间内赶回了家, 今日第二次踏入府门, 他直接奔向的书房。 未受洗劫的范府依然那般美丽, 书房内的灯光透出玻璃, 照耀在甲山清水之上。 如静王所言, 父亲已经平安归家。 范贤心头暗松一口气, 不经传报, 直接推门而入, 看见柳氏正在收拾什么。 他目光一扫, 知道父亲的酸姜子已经喝完了。 在这样第十局中, 父亲还有闲情喝酸姜子。 范贤不禁对于他弟定力感到十分佩服。 母亲可还安好, 他很恭敬地向柳氏行了一礼, 如今帝柳氏使正儿八经帝范府主妇。 当然, 这还是当初他成亲时一力促成。 柳氏微笑, 说了句去安慰一下儿媳妇, 便离开了书房。 坐在太师以上帝户部上书范贤抬起头来, 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 眼神中流出宽慰与一丝责备。 这位自京都事发, 便在京都里四处躲藏的老一代人物, 在此刻终于不再隐藏自己的心思。 庆渔堂外面的眼线是为父派人杀的。 范贤轻轻敲着书桌, 若有所思, 和声说道, 我不知你因何事而变得如此激进, 居然如此错漏摆出第一个计划, 也敢执行, 莫非你真以为陛下看不出来。 范贤苦笑, 自己的心态确实出现了极大的变化, 只不过勇气这种东西, 往往也就意味着漏洞。 他坐了下来, 恭敬说道, 多谢父亲大人。 他知道父亲暗中替皇室训练虎卫, 如果说父亲暗底下没有引着什么实力, 绝对说不过去。 那些内庭帝眼线是父亲派人杀地, 并不让他意外。 而且陛下生还帝惊天消息, 既然从自己的嘴里告诉了叶仲, 父亲当然也知道了。 杀人很简单, 事后的说辞才复杂。 范尚书若有所思, 缓缓说道, 即便京都大乱, 乱军大杀, 但你想过没有? 庆于堂几位老掌柜, 难道这么凑巧都被大火烧死? 你在火场里放了十几具尸体, 只不过是掩耳盗铃。 范贤静听教诲, 还有那些内庭帝眼线, 即便你用监察院地力量全数杀死, 你怎么保证你的属下没有陛下地眼线? 是分头行动, 除了启年小组之外, 其余地人并不知晓内情。 范贤解释道, 好, 就算监察院被陈平平整成铁板一块, 那我来问你, 事后由谁向陛下解释, 那些盯着庆于堂地内庭眼线, 居然一个不胜的死光了。 范贤哑然, 这才想明白, 即便杀人灭口, 可是这些本部应该死在乱军守中地内庭眼线的死亡, 本身也会引动陛下的疑心。 而且这些老掌柜在京都还有家人, 范贤看着自己的儿子, 和声说道, 他们真的想离开, 敢离开。 我只让藤字经送了四位老掌柜离开, 庆于堂必须要有活着的人, 才符合常理。 明白了没有? 明白。 范贤而上庆出一层冷汗。 至于与内庭眼线厮杀, 对庆于堂老掌柜动心思递人, 不是你, 也不是我, 而是常公主。 范贤帝眼神冷漠了起来, 说道, 那十几具尸体, 是信仰方面的死事。 既然要说服陛下, 就要让陛下相信, 出手的人有这个需要。 常公主之小内库的重要性, 他当然会想着去争夺庆于堂, 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想法。 范贤心服口服。 此时, 范尚书忽然叹了一口气, 说道, 安芝啊, 为父不知道你究竟是怎样想的, 为什么会这样做? 但你要记住, 你终究是庆国人, 为父也是庆国人。 无论如何, 不要做出伤害我大庆国本地事情来。 范贤心头一震, 直到父亲一眼便看穿了自己的打算, 欲要辩解两句, 又着实不忍撒谎, 欺骗父亲, 只好无奈地沉默。 范贤看着自己的儿子, 又叹了一口气, 摇头说道, 我也不说你了, 这内裤终究是你母亲的东西。 虽然我身为庆国之臣, 不愿意看到某些事情的发生, 可你想怎么做便怎么做吧? 范贤浑身一震, 没有想到父亲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父亲当然不会欺骗自己, 伤害自己, 但他明知道内裤对于庆国一统天下地重要性, 为什么还要帮助自己? 我已经老了, 而且没有什么力量了。 范尚书不知道是不是知道了什么事情, 往日肃政英俊地面容上增了几丝倦意与苍老之色, 缓缓说道, 待陛下回京后, 我便要请辞, 在京都能帮你一些就帮你一些, 总不能看着你出事。 父亲要请辞, 范贤的心中再次一震, 那年春天时, 皇帝名师暗话, 纵容朝廷言官公姬, 清查户部账目, 就是要逼付亲辞官归老。 然而父亲却是不运不火, 沉默已莺, 硬生生地拖了两年, 为何今夜却忽然要说辞官?